欢迎加入国际辩论社第七集的播出 今天的节目内容 我们将带您简直过去 也探讨未来 马上迎接8月 一个史无前例 长达至少30年的大规模海洋核废水排放计划 即将在日本的福岛核电厂开始实施 这样的决定会如何影响未来人类与海洋的关系 我们在观点好谈单元 特别请到专家做对谈分析 而说到人类不再是接受万物 而是成为改变万物的历史重大案例 就一定要提到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 1945年7月16号 人类史上首次的核试验 在新墨西哥州进行的 Trinity三位一体核试验成功时 奥本海默他感叹地引用了 博且饭谈中的经典 Now I become death The destroyers of worlds 我现在成了死神 世界的毁灭者 关于奥本海默的更多思想 以及为什么即便在将近80年之后的今天 还跟你我息息相关 我们稍后带您来看 而同样是历史事件深刻影响我们今日的 还有1971年10月25号 在第26届联合国大会议上表决 并通过的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的决议 在52年之后 美国众议院在这周通过了台湾国际团结法案 反对中国打压台湾的国际空间 然而这样的法案 真能协助台湾打破国际参与的章局吗 这项法案强调的是 联合国第2758号的决议 并没有处理台湾代表权的问题 这次要反驳中国的一中的说法 要澄清联合国决议没有禁止台湾加入 虽然这只是美国国内的法案 但目标是为台湾带来更多参与国际的空间 世界各国领袖齐聚一堂 联合国是全球最重要的国际组织 在维护国际法促进世界和平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以及各种跨国领域发挥重要作用 由组权国家组成 联合国成为世界各国的对话平台 更是普世价值的重要推手 但是在193个成员国和两个观察员国之中 台湾长期被卡关 因为背后有这个国家 台湾作为中国的一个省 根本没有资格加入联合国 台湾不是成员国 无法参与联合国相关机构 主导的各种会议公约 2350万人的国际参与受限 让联合国的理想大打折扣 1993年台湾开始争取参与联合国 但是不论主张重返或加入 都被中国断然拒绝 我们对此坚决反对 这一言论 在国际上也注定不会有任何市场 中国长久以来 透过政治经济胁迫 在国际社会的默许之下 战狼外交一再打压台湾的 尊严和国际参与空间 但是随着美中对抗升级 民主台湾也越来越受到重视 美国联邦众议院力挺台湾 7月25号通过台湾国际团结法案 表明联合国第2758号决议 并未处理台湾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 换句话说 否定中国扭曲第2758号决议 强辩台湾属于中国 既然中国不能代表台湾 也就意味着台湾在国际上有更大空间 法案另外提倡国际组织 拒绝接受中国版的一中原则 反对中国挖角台湾的邦交国 2019年美国联邦参众两院通过台北法案 要求美国行政部门针对伤害台湾安全或繁荣的国家 考虑改变经济与外交往来 众议院通过新法再次表现国会跨党派权力挺台 联大第2758号决议 不仅从政治上 法律上和程序上 彻底解决了包括台湾在内 全中国在联合国 以及国际机构中的代表权问题 而且明确了 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只有一个 中国为了打压台湾 多次引用联合国第2758号决议 自动解读成台湾属于中国 还拿建交国家来背书一中原则 1971年第26届联合国大会 通过第2758号决议 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代表 并驱逐非法占据席位的蒋介石代表 但是对于台湾的前途只字未提 由于中国的大肆宣传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 引用2758 声称台湾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让台美等国提出抗议 自从中华民国台湾 退出联合国超过50年以来 中国并已决议文包装两岸统一的政治问题 不只害台湾无法参加国际民航组织 连世界卫生组织也把台湾拒之门外 台湾都告诉世界全球 疫情可以通过人的交流 国际公司就说这全球不正确 台湾是正确的 但是卫生组织除了台湾 卫生组织除了台湾 卫生织除了台湾 明明是照顾全球健康的世卫 官员不但不邀请台湾参与 甚至在新冠疫情期间忽略 台湾的防疫全果 压缩台湾国际空间的下场 就是害全世界少了防疫的宝贵经验 国会各种挺台法案出炉 象征2758已经过时 要帮台湾争取更多国际空间 Let's talk 观点好谈 马上要迎接8月 而今年的8月 有一个跟你跟我都息息相关的 重大事件即将发生 那就是福岛河废水的排放 势在必行 为什么说跟你跟我都有关系 因为这个废水要排放的 就是世界共有的海洋 不要以为这隔着一片海 很遥远 目前推算了福岛河废水被排放之后 最快一年就会抵达台湾 首当其冲的当然就是渔民水产业 在面对排山倒海的质疑当中 冬天在去年9月开始使用 海水稀释的河废水来饲养 在福岛县附近海域捕获的 600条的比目鱼 还有600只的鲍鱼 好 不知道为什么要选600条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66大蒜跟我们一样 是有这个寓意呢 想要祈求顺利 但如何就看到画面上这些游来游去的 就是那一批很壮烈的先锋的试验鱼 好 即便是没有立即的影响 难道这就代表接下来 预计排放的30年都不会有事情吗 海洋生物呢 至少有20多万种 又有谁可以通通保证 都不会有异常反应呢 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专家加入我们的讨论 要欢迎清大原科中心主任叶宗光 欢迎主任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接着欢迎绿色公民行动联盟秘书长崔苏欣 欢迎秘书长 主持人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好 我们刚刚有特别提到了 在八月份呢 日本就要来排放这福岛的核废水 势在必行 其实不仅仅是邻近的国家在抗议 其实日本自己在国内 也是有很多的反弹的声音 那现在传出说韩国呢 他们就决定有自己的一套检测的模式 那台湾要如何来应应呢 首先呢来请教我们主任 对 其实应该这么讲啦 就是说东电那时候做了这个处理水 因为他们经过那个 Alps过滤之后的那个废水 他们叫做处理水 那处理水他们自己做了一些分析嘛 那分析之后里面 发现处理之前的核种 在经过处理之后 它主要的核种 大概就具有放射性的这些核种 它的量都可以降得很低 那唯一一个没有办法被过滤的就是川 那川的半衰期又有12.3年 所以当然会引起大家的关注 那主任刚刚提到说 韩国想要有自己的方式来进行测试 其实啊 其实国际原子能总署 当然刚刚不是讲嘛 东电他自己有做了分析嘛 但是国际原子能总署 他们认为说那是你东电做的 然后我希望我们这边也可以来做一个平行验证 所以其实早在去年的时候 国际原子能总署就组了一个team 这个team里面有 除了国际原子能总署 自己有三个实验室之外 他邀请了四个国家一起来参与这个检测 就平行验证的工作 这四个国家包括美国 瑞士 法国跟韩国 那他们也都跟国际原子能总署一样 使用了东电提供的这个处理水 就过滤完之后的这个水 在各自国家的实验室去进行分析 分析出来了结果 根据IAEA的报告里面所在明的 就是说除了川之外 其他的这些放射性核种 他们的浓度在经过过滤之后 都远低于一般的排放限制 那唯独川他是没有办法被过滤的 那基本上这个分析的结果是跟这个 刚刚我讲的东电的分析结果是一致的 所以在今年的时候 国际原子能总署 他现在五月发布了第一次的初步报告 到了这个上个月 他又出了这个最终报告 那最终的完整报告 他是IAEA的主席还把报告亲自送到日本去 然后告诉日本政府说 他们的分析结果 就是我刚刚提到的这个样子 所以那时候 IAEA在组团要去日本去进行这个检测 做平行验证的时候 我那时候就提出一个主张 我觉得我们台湾政府 我们虽然不是国际原子能总署的会员 但是我们跟日本其实关系一直都很好 所以我认为应该透过外交的方式 去取得东电这边的样品水 就是说你不是给国际原子能总署去进行分析吗 也给我们一份 对啊 你是不是也可以给我们一份 而且我还额外要求 因为今天日本政府给的是样品水 那样品水是不是真的样品水 我不知道 但我们就假设它是真的样品水 但我更想知道说 你不是说这个ELPS的系统 过滤的效果非常好 那你就让我也同时拥有处理前的样品水 就是说过滤处理之前给我一批水 过滤处理之后也给我一批水 这两个不同的样品都拿来我们台湾 自己再来做检测 我们台湾其实有能力 在桃园的核能研究所 包括我们清华大学原子科学技术发展中心 都可以做这样子的一个分析 我们自己做过了 我们会比较放心 而不是针对这个日本东电做的分析报告 或者国际原子能总署做的分析报告 我们就只能照单全收 刚刚提到的像是国际原子能总署 还有这东电的部分 秘书长你认同吗 我想大家还忽略了 其实国际上的质疑包含科学界的质疑 就是太平洋岛国论坛 如果大家知道的话 是在太平洋的18个岛国 他们所组成的一个跨国的组织 那他们也组成了一个科学委员会 直接到东电那边去那边检查 那我觉得里面刚刚讲的是水的问题 其实不只包含他整个处理方式 他们其实都有提出一些质疑 包含他在里面 现在有一百三十万立方公尺的水 是由一个一个大水桶来弄成的 是不是每个水桶里面的核种的浓度 跟剂量都一样呢 没有人检测 没有人知道 因为其实在你这个过滤过程中 一定有些桶的浓度比较高 有些桶的浓度比较低 但他们在抽查过程就有发现这个事实 所以当今天东电说大家不用担心 我已经过滤了 第一你要先了解到 他是不是真的每一桶都过滤的很平均 这你不知道 第二个就是说 他说我会稀释一百倍 可是如果当每一桶的浓度 不同的时候 其实你稀释的比率也要抓不同 他都抓一样的 所以其实这个导国论坛的科学家委员会 就说感觉东电像是一个不认真的学生 随便交一份报告给 就是copy and paste的概念 对 就是说 我就大概一个恒定的浓度 就是这样子稀释一百倍就没有问题 可是事实上说事情没有这么单纯 也没有这么简单 所以其实这样太平洋岛国论坛 他们也派了科学家委员会去 他不只是验水 他包括看他的过程 他的处理过程 其实大家质疑的是长期的影响 我们都可以说 他当下的排放可以说是合于法规的 这没有问题 那因为他已经吸食过 但我们现在要讲说 如果他长达三十年 他的这个排放的过程当中 过滤的过程当中都不要出任何的意外 那如果你有不小心浓度 多出来就外泄 所以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 就是不到核灾到现在已经十二年了 其实之前这些污染水 一直都截流在陆地上 但我们偶尔还是会看到 就是浮岛会有一些鱼类超标 会有一些 因为台风水不小心会外泄的状况 这都是难免的 所以其实当你到三十年之久的时候 其实大家就会怀疑说 你这个处理是万无一失吗 那所以其实大家会认为 尤其是像太平洋岛国 或者台湾 韩国 中国邻国 因为在洋流比较快会被碰到 所以大家就会认为说 你是不是一定要采取海洋排放的方法 其实有很多种方法可以选 但你现在选择这个方法 是全球首例 全球首次有一个这么大量的 河人的废水 然后就这么长的时间排入 三十年我们还是说客气 可能会超过三十年 可能会超过三十年 然后这个量 我们刚刚说就累积在海里 它长期的影响 目前没有人知道 这是全球首例 所以不是以当下合不合格 就可以来判定它行不行 好 刚才秘书长特别帮我们提到 这么大规模的 这个河废水要排入海 全球首例 那其实不仅仅是 排入海的这部分 其实还有其他的办法 是可以来排这个废水的 那其他的四个办法 可不可以请秘书长 来帮我们简单的讲一下 在两年前日本金产省 在讨论这个时候 其实提出好几个方案 那日本的当地居民 跟环保团体 甚至我们国际的环保团体 也都有寄这个 澄清性禁区 要求他选其他方案 另外第二个方案 是地层注入 就是把它打入到 比较深层地质里面去存放 那第三个清气排放 就是把废水做清气分解 那让他排放出去 然后再来就是水蒸气 排入也是用热 可能让它变成水蒸气 那第五个呢 是比较日本民间环团比较跟比较赞成的方法 就是地下埋涉 就是把它放到地底下去 那用可能用这个混凝土固化的方式 然后让这个水 还是一个长期保存在陆地上的方式 是 其实这四种都并不是排入大海 但最后选择排入大海 大家猜测是因为 这是一个比较便宜 也比较方便的方式 就便宜形式的办法 因为你如果要继续用的话 他就必须要花很多成本 继续购置水桶 然后继续要找地方 甚至地下埋涉 他也要挖这个地底的 这些工程建设成本都很高 事实上是如此 是 所以明明就有这么多办法 最后选了一个最便宜的方式 成本最低的方式来做 所以难怪会有这么大的反弹的声浪 那刚才一开始主任有帮我们提到 在这个含有福岛河水里面的物质里面 其实总共有六十四种 对不对 那这些其实都是有害物质 有 大部分都是放射性物质 因为他这一次福岛事故发生之后 他如新融毁 所以那个燃料网里面分裂产物 都被释放出来 所以你现在看到的这些核种 基本上都是从这个核燃料 进行完分裂之后的一些产物 他意思是说经过Alps Alps 刚刚您提到Alps 之后这些通通可以消失 除了穿 不是消失 它就可以把它浓度降到非常低 而且是远低于排放限制 远低于排放限制 没有穿它是没有办法被过滤的 因为穿它其实就是水 它就是以水的形式存在 H2O的形式 HTO的形式存在 那这个T就指了就是这个穿 就是穿 所以它没有办法过滤 所以它最终就只能透过稀释的方式 其实我有点我要方方澄清一下 是 就是说它的这个穿水排放 它不是一个固定的倍率去做稀释 而是它排放之前 它必须先去量测说 它排放之后每公升水里面 它穿的活度是不是符合标准 像每一个国家对于排放水里面穿的活度 那个标准都不太一样 像日本它是每公升排放 每公升水排放穿的容许活度是6万倍克 那它这一次要进行排放的时候 它是把它降低到一般它们日本地下水的标准 所以每公升就必须要把它降到一千五百倍克以下 所以它今天要进行排放的时候 它不是单纯就是说 我就把它从原来不管是多少 然后就一定比如说稀释一百倍 然后就把它排放 不是的 它在排放之前它必须要确认 每公升水里面穿的活度 是不是真的降到一千五百倍克以下 像我们台湾 问题是真的有办法吗 是可以的 像我们台湾 我们对于排到大海去的这个水 对于穿活度的要求 我们台湾是五万倍克 比日本稍微严格一点 但是我们也是容许 它只要低于五万倍克 它就可以对外排放 所以我刚刚一直强调 就是说它今天核种有六十四种 然后这个穿是没有办法被过滤的 如果它今天其他的核种 都真的被过滤的 而且效率非常好 就我刚刚提到的 它的这个浓度都已经远低于排放限制的话 那只剩下的穿 它透过西式符合他们国家的标准 甚至这个标准其实也都符合 国际原子能总署的排放标准 那就确实可以排入大海去 刚刚提到的那五种方法 刚刚提到的这五种方法 其实第一个刚刚已经讲了 然后其他的成本都很高 都太高了 对然后注入地层有什么缺点 注入地层之后 你没有办法进一步的去做管控 你现在看日本跟台湾一样 都是处于这个临近断层带 所以地震其实不少 那如果把它注入地层 它要先确保这个地层 是不是稳定的 那你把它注入进去 你确认它只会留在那个区域吗 所以不知道 它如果是地震带的话怎么办 就是不确定性会很高 它如果跑到地下水去 那就污染到地下水 那氢气排放它很贵 因为它必须要做电解水 然后你想想看它量体这么多 130万吨的这个水 而且持续还在产生 所以它如果要 今天要去做这个氢气排放 就电解水做氢气排放 它所需要的时间会更多 而且这个氢还是在 氢不会不见了 所以它一样是排到大气 它永远都存在在那里 就像在这里 我们看到 氢在这里 但是在这个表格里面 很清楚 在这核废水里面 有这么多的有害物质 那我们现在唯一仰赖的 就是国际原能总署 还有这个Alps的系统 那秘书长您认为 你信任这个系统吗 目前的确有些 像不管是韩国 或者是台湾的民间组织 或者一些国际的环板组织 基本上是认为 这个科学跟你的人为政策 其实是两回事 觉得这个科学信用 是有一点破产的 因为大家觉得 如果穿愿意 日本政府愿意 用比较贵的方式 在陆地储存 再放一个六十年 四十年或六十年以上 它的会更安全一点 可是它现在就要排放 其实对大家才过了十二年 这也是大家疑虑的 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所以其实大家就会认为说 其实即使你现在说当下合格 但是我们还是要质疑你 因为全球首例从来没有 过那么大量的水排放进去 那你长期来看 就像我们现在 大家都很红的就是 我们看这个欧本海默 辐射落成 核子丝帽的辐射落成 目前在全球土壤里面 都可以测得到 未来你在全球的海洋里面 也都测得到这些 所谓低标的辐射物质 这不是自然界该有的东西 长期对地球的影响 对海洋的影响 是未可知的状况 所以大家 当然林蔚说你 把风险降得越低越好 刚刚我们提到这个核废水 其实我们台湾也是有反应颅 有两座 法国有五十六座 那这我们一般的 这个核场核废水 跟辅导核废水 最大的差异是什么 最大的差异就是 我们的水 没有经过溶毁的炉心 他们的水 是经过溶毁的炉心 所以你刚刚看到 六十四个核种 在我们台湾核电厂的核种 大概都少于十个 那所以这种情况底下 当然没有办法拿来相提并论 我这里我趁这个机会 我要澄清两件事情 第一个穿在自然界里面是存在的 穿在大气里面 它本来是以水分子 但是在宇宙射线里面有一些宗旨 它吸收了宇宙射线里面的宗旨之后 然后它在雨水的方式落到大海里面 所以其实我们陆地上跟大海里面 其实都含有穿 只过它的浓度是非常低的 然后这次要排放的时候 日本政府这边就会特别提到说 它必须要进行稀释 进行稀释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 把它的浓度都能够降到很低 那原来大海就已经有了 你至少要稀释到 原来大海有的穿浓度 你要把它高了几千几百倍 那这样子当然就不符合排放的标准 所以它必须要进行稀释 另外刚刚主持人也问到说 那到底对人体会有什么样子的伤害 穿的这个核种 它在进行衰变的时候 它释放出来是β粒子 β粒子它基本上是属于电子 所以今天除非你是把它吸收到体内 就你把它喝下去 而且你是喝进去非常高剂量的穿水 那可能会对人体会有一些影响 不过我要特别提醒 穿不是一种会累积的核种 它本身的生物半衰期 在人体只有7到14天 在海洋生物里面它只有2到3天 什么叫生物半衰期 就是说今天海洋生物如果 吃进去这些寒川的水 那停留在体内的时间 它会衰减到活度一半 它只需要2到3天 因为新陈代谢 最终还是会把它排放出去 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 我是认为在川的这个部分 我们其实只要去了解 它今天要排放到大海之前 我刚刚讲的它必须要确认 这个川的活度 是不是符合排放的标准 那刚秘书大人有讲到说 那其他的核种 那其他的核种当然就更需要去注意 其他核种如果你今天过滤的效率不佳 那其他核种跑到海水里面去 那这时候海洋生物再去吸收 有一些核种是会累积的 是没有错是会累积的 那你就要担心说 那长期暴露在这样子环境的海水里面 那这些海洋生物 会不会产生累积的效应 然后后来又被捕捉 然后又回到人类的 然后被吃到人的身上 人类的食物链里面去 所以要重视的就是说 穿的这个部分 当然我刚刚已经讲了 至于其他的放射性核种 你就要确认 他今天过滤完之后的这个水 是不是真的完全符合标准 除了我刚刚讲的分析 自己的机构来做检验 还有你必须要在台湾环岛去做检测点 你在他排放之前先建立这个资料库 你每个月做两次也好 做三次也好 把资料库都建立起来 这些背景资料全部建立起来 他一开始排放 刚刚不是讲吗 一年就快一年 所以我们现在就要做这个资料库了 因为他一年后就流过来了 他其实已经开始做了 只不过他一开始的检测点 什么已经开始做了 就是海水取药 我们周边海水取药 已经开始做了 但是你知道吗 在我们跟他们做建议之前 他的取药点很少 大概只有四十几个 后来我那时候 四十几个哪够 对嘛 你想想看台湾周围的海岸线有多长 对啊 对 那现在增加到几个 现在增加到超过一百个 一百二十个以上 那一百二十个够吗 一百二十个我觉得 如果能力所及的话 我觉得应该还要再增加 而且不是只有检测点增加 检测的频率也要增加 那这就很大的人力成本了 那没办法 他今天已经要开始进行排放 那民众又不放心 而且我刚刚讲的是 不止水样 你包括那些海洋生物 你包括这些鱼货品 你也要去抽样做检查 每一样都要来做这个检查 那这是大工程 就像你刚刚讲的 他穿水里面养这些鱼 那海洋生物里面这么多种 那你其他不要抽样嘛 所以我觉得这些鱼货产品 当然也要必须要进行抽样 但是你不可能无所限制 每一只都要抽样 那当然不可能嘛 但至少同一区捕获的 像我们台湾 台湾人很喜欢吃秋刀鱼 福岛外海这边 有一个太平洋海域 它那边就是秋刀鱼的那个产区嘛 那我们的渔民 也会跑到这边去捕鱼 那捕回来的秋刀鱼 就要来采样 日本就很近 那你是不是就要来进行采样 所以我觉得采样这件事情 除了采样点要够多 采样的频率也要足够 完全都没有问题 民众才会放弃 好今天我们知道 日本政府还有东电 已经派胸服保证了 这含有川的废水排量 绝对不会有事 但是刚刚都听到了 真的不会有事吗 很大的一个问号 即便是已经无视这个反对质疑 它坚持八月就要排放 接下来民众对于海鲜的选择 甚至渔民的生计 到底会不会像刚刚秘书长提到的 有巨大的转变 相信很快我们就会有答案 今天谢谢叶主任 也谢谢崔秘书长 参加我们的观点好谈 而谈到核能辐射 就不能不提到 最近全球票房表现很亮眼的 奥本海默 这电影让观众重新认识了 这一位改变世界的科学家 被封为原子弹之父的奥本海默 曾经自称是让人类自我毁灭的死神 也有人说他后悔发明原子弹 就像许多人一样 奥本海默受到时局的影响 希望战争早日的结束 但他的反战理想和敏感的身份 最终被迫退出政府的计划 原本他想借由原子弹的威力 来终止一切的战争 这是在战后 演变成了大国的核武竞赛 有人说他结束了世界大战 有人却说是他打开了潘朵拉之河 从此人类进入万劫不复的核武时代 1945年的震天巨响是二战结束的预告 也是人类自我毁灭的警报 美国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 和他面对的道德难题 透过电影再度与世人相见 在这个电影中 我第一次在写照片 这是我第一次在写照片 这次在写照片中 我们是在奥本海默 奥本海默传记电影上映 在台湾首周末开片票房 3920万新台币 熔灯芯片冠军 全球首周票房更突破1.74亿美元 大导演和知名演员 联手在线天才科学家的传奇故事 二战时期 美国为了不让纳粹德国抢先一步 全力研发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奥本海默等多位顶尖科学家 在洛斯阿拉莫斯进行概号 三位一体的原子弹试爆 科学家1945年成功引爆人类史上 第一枚原子弹 尽管当时纳粹德国已经投降 美国并未因此中断研发 美军在8月6号和9号 拍出B29轰炸机 分别在日本广岛长期投弹 造成数十万平民死亡 随着铁幕降下 美苏两枪开始核武军备竞赛 冷战时期自由共产两大阵营不但没有禁止核武 却在发展相互保证毁灭的核威慑能力 美国政治气氛速杀 发表任何社会改革言论都可能被当成匪谍 奥本海默在经济大萧条期间 曾经支持工人运动 也和左派团体互动往来 政治立场让他遭到调查 尽管奥本海默本人没有入党 他的妻子基地 还有他多年的情人塔特洛克 甚至亲弟弟弗兰克都曾经是共产党员 情有关系导致奥本海默也被怀疑 作为一位公民 奥本海默帮助国家战胜 但是作为一位科学家 他设计原子弹改变世界 却也从此背离他的研究目的 奥本海默看到的事情在不同的角度 医学家批判在完全不同的角度 而我认为这些是负责 奥本海默退出研究计划之后 他重新开始教学与写作 并且游历各国发表演讲 从军事武器、网络机器人到AI人工智慧 科学家的创新点子成了世界关注的新玩具 但或许他们造福社会的初心 才真正值得我们深思 每到春夏季节 澳洲就频传野火肆虐 尤其在2019年 当时的野火烧掉了超过 五个台湾面积大小的土地 无数的野生动物丧命 无家可归 而澳洲自豪的葡萄酒产业 也大受打击 我们实地的走访澳洲猎人谷 一探葡萄酒庄是如何撑获危机 欢迎来到国际辩论社 在澳洲有不少森林大火的经验 尤其在六个州里面就有四个曾经被火纹生过 用于澳洲的东岸是最为严重 包含雪梨还有现在所在的猎人谷 2019年6月 在澳洲大自然中的野火 随着春天的来临 而在各地并发 然而在当时 没人能料想 这将会是一场长达六个月的烈焰死云 这场规模超越以往的森林大火 焚毁了近五个台湾面积大的澳洲土地 带走超过十亿野生动物的生命 这是多么可怕的生态豪杰 也冲击到了雪梨以北的葡萄酒产区 造成Hunter Valley猎人谷 80%的果实覆盖了烟尘粒子 甘重的烟熏污染 逼迫农夫不得不放弃收成 我们只是一较较较较较 在一些的地方上 在某个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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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们也有点保护 我们也有点保护的 酵感受到达了 我们也没有能够 或用到达了 但我们也有幸福 我们也有幸福 60%的达尾尘 并没有效果 笑着说感谢上天 自己负责的酒庄所处的位置 跟其他区域相比之下 算是影响相对少 但是回想起当时森林大火的画面 酿酒师Kiss依旧历历在目 你觉得灵热干起吗 全都看见灵热 因为普通常是不可遇 这种灵热干起来 什么是你的感觉 你看到灵热干起来 这不是入烂 Но我们看到的烂 Arc而不屁于那个烂 小火炘 天氣 none曾过 但是将来也有rac neutral 这要不要心怪 什么情况 我認為是在未來的事件 你認為是嗎 好 手掌握 你當作農工時必須要是在意 對 你當作農工時必須要是在意 手掌握在英文裡面意味著祈求好運 Kiss告訴我們 作為農夫套天吃飯 必須樂觀也只能樂觀 而這場大火讓澳洲民眾警覺到 氣候變遷不是未來的預言 也開始透過古老的生態智慧 找回人和自然之間的關係 這地不曾經看過了250年 它不曾有一個正確的文化 其實早在歐洲人殖民之前 澳洲幾千年來 原住民都會放火燒土地 這被稱為冷燃燒的處理方式 是在乾淨來臨之前 將殘殖碎葉燒乾淨 減少被真正野火吞噬的可燃物 主要因為這時候的天氣仍然潮濕 火焰高度只有膝蓋高 容易控制 火是為了我們生產的事 這讓人回到生命 然而文化燃燒也並非最佳解方 不少學者提出 近年的地景跟氣候變遷 早就跟百年前大不相同 不適合古法直接套用 而日復一日的忍燃燒也不切實際 如何結合古老智慧以及先進的科技 防止如此災難性的森林大火再度重演 是人類在地球永續上必須正式的課題 這週的全球WhatsApp要來討論迪士尼的真人版電影 至於小美人魚的選角爭議之後 另一部正在拍攝的白雪公主 也在劇照釋出之後掀起了討論 因為七個小矮人的造型與過往印象相差太遠 有不同的種族 膚色 甚至出現女性 最明顯的差異就是身高 當中六位所謂的小矮人都長高了 只有其中一位的男星Peter Dinklage 他還維持童話的人設 如此一來 七個小矮人的稱呼 是不是得跟著改一改呢 其實在迪士尼宣布白雪公主真人版電影 是由Rachel Zankler來主演的時候 一度就引起了過度政治正確的解讀 有不少人認為飾演後母的Gal Gadot 比白雪公主還更像是白雪公主 而關於迪士尼這給予白雪公主 還有七個小矮人完全顛覆的形象 不知道您是否能接受呢 感謝您收看今天的國際辯論社 我是劉晨馨 我們下週再會 就不會再集中一年